一逢有栏,1895-1990,唐河县人。 中国哲学史学科,主要电机人。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,即认识前身。 二、陈凤彤,1897-1980,内乡县人。 农业经济学家,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 三、冯锦兰,1898-1976,唐河县人。 冯有兰之地,地质学家,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 四、杨廷宝,1901-1982,宛城屈人。 建筑学家,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 五丁生树,1909-1989,邓州市人。 语言学家,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 曾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,六章秉希,1919-2000,涉齐县人。 地质学家,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 七、杨世娥,1931,宛城屈人。 杨廷宝之子。 传博水生专家。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。 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八与永复,1932,南兆县人。 选矿工程专家。 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九、朱晓冬。 1932,西川县人。 心血管外科专家。 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十张永船,1935,宛城屈人。 水力发电工程专家。 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十一王战国。 1938,镇平县人。 半导体材料专家。 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 十二,袁晴棠。 1938,女。 南兆县人。 石油化工专家。 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十三,杜翔婉。 1938,镇平县人。 应用核物理学家。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。 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十四,张国伟。 1939,南洋士人。 地质学家。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。 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 十五,王光鲜。 1962,镇平县人。 水力学与核流动力学专家。 清华大学教授。 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 十六,刘炯天。 1963,内乡县人。 选矿工程专家。 郑州大学校长。 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十七,深长雨。 1963,晚城屈人。 塑料成型及模具技术专家。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。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。 党组书记。 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 十八,张青杰。 1958,西霞县人。 材料科学专家。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。 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 十九,荣毅超。 1964,方程县人。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工程专家。 浙江清华长三角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。 2004年当选俄罗斯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。 以上十九位当中, 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十二名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六名。 俄罗斯工程科学院院士一名。 其中,冯友兰、冯景兰, 为兄弟院士、杨廷宝、杨世俄为宿子院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